美国进入11月 头两周病例数将近成倍飙增 14号通报快19万人确诊 最新再增加16万多人染疫 累计1153.8万例 法国日增确诊数在8号一飞冲天 达疫情爆发以来惊人最高点8.6万人 之后急速回落 最新通报病例数更是二波疫情来 首度跌破万 目前累计近200万人染疫 西班牙感染曲线起伏剧烈 但整体开始呈下滑 进入11月后 日增确诊趋势维持在2万例内 最新再通报近1.3万人确诊 累计152万多人染疫 英国从10月底维持的日增确诊 2万上下趋势 在13号首度破功 并且创至今日增新高 不过最新通报出现大幅回落 达2.1万多人 目前累计139万多人确诊 德国进入11月后 每周日增确诊数高点 缓慢攀升 目前重回下滑趋势 最新通报1.4万多例 累计81.7万多人染疫 日本过去两周 疫情急速升温 15号新增确诊数 直逼快2000人 目前再回落到最新通报 950例 累计快12万人染疫 南韩日增确诊数过去几日突破200大关 最新再通报230例 中央防疫单位预测一个月内 单日确诊恐怕暴增400例 宣布最严重的首都圈地区防疫级别 19号零时起将升级 中国过去两周 通报确诊数持续下滑 最新通报15例 但境内陆续传出 因为境外货物包装 有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情形 目前累计8.6万例 印尼上周末 日增确诊激增超过5000大关 最新通报再出现明显回落 达3500多例 累计破47万人染疫 马来西亚日增确诊居高不下 同样上周末 突然暴增1755例 最新再通报 1103人确诊 目前累计48520人染疫 最后看到印度 压低日增确诊趋势 再出现明显降幅 最新通报2.8万例 并过去两周大减一半 目前累计887万多例确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